12月30日,蒋进夫律师发表律师声明,称在28日收到日本检察机关做出的以不起诉状态的释放决定,即日起蒋进夫完全恢复人身自由,31日晚上,有网友发文透露自己在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偶遇蒋进夫,并称起此行是回湖南老家,1月2日晚上。 有长沙当地网友晒出在公司附近偶遇蒋进夫的照片,并调侃称,蒋进夫绝对不可能是来逛我们公司的照片中。 蒋进夫身着明黄色羽绒服,搭配黑色条边运动裤,很久没有打理国的头发,压在黑色棒球帽底下,相当邋遢。 蒋进夫所处的位置正是长沙著名小吃店附近,极有可能是趁着新年假期与朋友一同出来逛街。 之后不久,蒋进夫便与穿着灰色棉袄的男性朋友,边聊边离开。 刚站在他身边的黑衣女子,不见了踪影。 希望蒋进夫回国后,能够好好沉下心来思考自己,过去几个月,在日本经历的这一切。 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和家人团聚。不要再让爸妈担心。 感谢观看